5月PS港幅一档会员游戏现在可以下载了 另外二档会员游戏5月份出库名单也出来了 咱们先说入库的 一共4款游戏 第一款非法24现在叫FC24 据我了解之前史低应该是200几港币 现在只要有一档基础会员就可以免费玩 这款游戏是个年货游戏 去年9月29号发布 估计今年秋天会发布FC25 之前的足球游戏有两款 一个是实况一个是非法都不错 有时候实况好 有时候非法好 现在实况变成了eFootable免费版 相对传统一点的游戏就剩下这个FC24 第二款游戏叫幽灵行者2 这是第一人生视角硬核砍杀游戏 游戏画面是这样的 看着还挺酷炫的 第三款游戏叫突尼克 这也是有简体中文的 游戏画面是这样的 第四款游戏是一个DLC 是命运2的DLC 叫光雨之秋 游戏本体是免费的 首先我们看查看游戏 现在这是命运2的本体 是免费的 先下载这个本体 再回到这个DLC 添加到内容库就可以了 一共就这四款游戏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FC24挺不错 就算你不想玩 我也建议大家把这四款游戏都加入到库 另外还有一个要注意 一档汇美游戏我们领取到库的时候 时间可能有点长 但是我们一定要等到出现下载的白色按钮 我们才可以返回其他界面 否则机有可能会领取不成功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5月21号即将出库的游戏 一共是26个 但是这里边有重复的 我们简单的过一遍 第一款ABCU画面是这样的 这是第二个也是英文的画面是这样的 这是第三款也是英文的画面是这样的 第四款画面是这样的 这些游戏我连下载都没下载过 更何况玩了 画面是这样的 好第二排 画面是这样的 好像都是小游戏 第七个是这样的 这是第八个 这是第九个 是一个忍者游戏 像素风 这是第十个 最终幻想吗 这是一个Police 这是Police2 这是Alex 画面是这样的 第15款 连个中文名字都没有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大脚赛车吗 好继续 这是日英韩版 这个我认识 最终幻想15 这个也要出库了 这是之前精选集里的游戏 后来进了2的 现在要出库了 这是最终幻想7的日英版 并不是重制版 这是最终幻想8的重制版 是高清复刻 画面是这样的 这是最终幻想9的英文版 是那种迪士尼风格的 我之前看过 最终幻想9的一个可口可乐广告 非常好看 这是最终幻想10和10-2的高清重制 这就是优娜的那个版本 很漂亮 但是我感觉12的优娜 没有10的优娜 漂亮 这是最终幻想12中韩文版 游戏画面是这样的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各位看官感觉怎么样呢